由于产品荒的持续产品数量,减少给长线游戏和优质新品,腾出了更大的市场空间。 今年下半年不少新品都超预期完成任务,临近年底,该趋势进一步延续12月19日。 伽玛数据发布11月移动游戏简报揭示,经过测算,10月至11月上线的手游当中, 手游流水超过千万的共有10款其中8款超过5000万,4款过亿,以及2款破6亿IP中流砥柱。 新品类开拓市场手游流水,预计破6亿的产品,分别是腾讯的活影忍者OL,以及网易的明日之后。 同时,腾讯手游红颈OL手游流水精测算也超过5亿。 从新游收入排名来看,IP依旧是业界创收的头号种子选手。 但品配创新带来的红利十分惊人,活影忍者OL和明日之后,恰恰是这二者的极大成者。 并且,活影忍者OL,承托了动漫IP和夜游IP的双保险,主打还原紧抓核心粉丝群体。 给国内厂商深度挖掘成熟IP潜力,提供了新的范本。 在腾讯22款曾进入流水超50的新游当中,有21款带有IP。 明日之后,是网易今年又一次,在长鲜新品类上吃到甜头。 生存游戏与国内厂商擅长的社交系统融合顺利,有期望挑战成就长线产品。 另外,根据极光大数据的说法明日之后,DAU峰值一度逼近700万。 7日留存率更达到夸张的55.88%。 海外已经相对成熟,国内还有人,涉及生存奇才火爆可见一般同时。 火影忍者OL和明日之后,也是10月11月新游当中,为2两款进入11月首游收入网TOP20的产品。 其具体排名为火影忍者OL第四,明日之后第三。 其余头部产品依然是行业里熟悉的老面孔,如王者荣耀梦幻西游等。 在当下的产品控量实际经典产品的优势,被进一步放大了。 心血减少国内腾讯网易优势,放大这种放大,还具体体现在腾讯网易在市场份额的扩大。 伽玛数据指出,2018年1月至11月流水超50的手游当中,来自腾讯网易旗下的产品,和既有34款占据比例为68%与之相对。 去年,腾讯网易挥下产品在流水超50当中,为27款具体增长,款幅为7款。 其中,腾讯多出4款网易新增3款,此外占据比例为54%,增长了14个百分点。 在腾讯网易已经占据行业半壁江山的情况下,这个增幅是比较惊人的。 增长的原因,其实也不难总结除了马泰效应推动以外。 主要原因便是市场受不可抗力影响新品急剧减少。 各厂商手牌也是打一张少一张,因而亦有提早做准备习惯的大厂。 在当下也就相对获得更加滋润另外有趣的,一点是干嘛数据指出。 2018年曾进入流水超50的产品腾讯网易,也拉开了一些差距。 如腾讯有22款新油进入故超50,同比保持正向增长而网易进入超50的新油为5款,同比呈现负增长。 该现象揭示了腾讯网易,走了两种不同的策略腾讯的开放态度与实力。 意味着,其产品储备相对而言,更具优势,能够不断衔接当其不至于出现空白。 而网易主要发力自言对细分领域的探索,让网易尽容易出爆款。 但过度专注,有时又难免会遭遇接棒问题海外机会更大。 中小厂商百家争鸣,在新油成为腾讯网易局里的主场后,其他厂商看似很无奈地成为了陪陈。 其实主要的是国内头部市场机会对非腾讯网易的企业变少了,并且机会变少的原因。 很大程度上,皆基于当下的不可抗力环境,但是今年以来,还有更多厂商已经找到新的出路。 比如出海干嘛数据早在今年9月份就表示,当2018年8月,国产出海产品月流水超过2000万本,就有38款。 另一家市场研究机构Sensor Tower也指出,随着多款产品收入,不断创新高国产首有出海收入榜TOP30门槛, 呈现抬高趋势。 11月第30明月,流水就环比上涨了8%,尽管出海头部产品,依然是腾讯网易领先。 但其统治地位远不如国内明显多家开发商,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。 在Apeli统计的出海收入发行商排名中,腾讯网易,分别居第五、第一名,向创库互动,有塔网络这样的黑马相继涌现。 整个出海市场颇有一种你争我敢,互不相让的拼搏氛围。